首先我們需要到瀏覽器那邊先下載 太帥了 然後可以打Turl Pass 然後這邊有我們公司的功能 在這邊有個Menu 可以進去之後 因為這個 在MCU Team裡面有 可以選擇你需要的愛協 我們這邊講解這是3750 我們要3750 這邊我會有使用的Turl 當然也有文件跟Turl Turl的話我這邊就有幾個會用到的TouchMogition跟IceDriver 那 我們今天需要下載是IceDriver 計算機的結果 按Check Check完了 之後就可以download 下載完之後我們將它打開來 解壓說 這個自行 這時候特別注意這個IceDriver需要 安裝到 在這個目錄裡面需要安裝到 你 CaleC的目錄 然後因為我這邊有灌Cale Cale5 我是希望把它安裝在Cale5上 所以我要選到對的 對的資料夾 C5e C5e 這個要講 剛才這個目錄選錯了 你應該要安裝在C槽 然後CaleC 你一定要安裝的目錄裡面 然後裡面有個C5e 然後裡面有Beam OK 下一步之後加安裝 你選到 錯的資料夾 在執行C5的時候就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要 這個選 目錄的時候要特別處理一下 OK 這樣就結束了 然後在執行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一點 在Cale5e 在Wins裡面 你需要用 系統管理員去執行 選用這個以系統管理員執行 因為 Windows會去 鎖住你的 USB的一些設定 所以這邊就需要 用Cale系統管理員去執行 他有辦法去做download的動作 那 我先把這個project關掉 當你在Istribe已經安裝完之後 我們再細潮 Cale系的目錄底下 就是剛剛我們安裝的路徑底下 可以找到isembo code 可以找到isembo code 在genalplus內 這邊就是安裝完之後 我們現在選到是這個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些基本的 像abc的 Dembo code Touchkey的 這是Touchkey Demo board的Sembo code EV board的Sembo code 然後Ur watchdog 這些我們 先選用 比如說 類伴 選用一個 ADC的口號 點選開啟這project 這個時候 這邊可以 編 我們從 Dembo code裡面去下載一個 Dembo board Dembo board Dembo code Dembo board 這個是配合螢幕上這個 右下角這個 螢幕右下角的 板子 那當然你接線是要注意一下 LINK PRO在這邊 空間 這個LINK PROUSB已經供電 在這邊可以選擇 5或3點 那 8.0.0 接到你的Dembo board 那這樣 選擇上可以 因為這已經是設定好了 在 編譯之後 就可以直接進入 進入Download的工作 但如果沒有接這顆硬體的話 那你的Download檔會有問題 現在就可以做 按部仔細心 Touch Run 這個一定要先 你看到 觸控的時候手就觸控了 那就能夠亮 可以讓一下 但你不會可以起來 那CP挺住 所以Touch是按不動的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可以出一些 幫忙 谢谢观看